我先介紹一下 先主任好 張老師好 我是凱翔 今天站在這邊看到這麼多年輕的同學 是我自己也很年輕 大學畢業三年 其實在大學的時候 我一讀政大氣管系 在氣管系的時候 我就一直有一個對我自己的目標 就是我想要進入非理體組織工作 那個時候 我大學的時候 雖然沒有多久以前 但那個時候其實社會企業的概念 還沒有人心急 所以我那時候目標 一直是希望進入台灣NGO 或者是國際的NGO去工作 其實在幾年前我完全沒有想到 我居然會自己來創作一個NGO 所以現在剛開始 也希望在這邊分享一些經驗給學弟妹 那也很開心來參加這個比賽 好 好 那我先介紹一下我的組織 我們的組織叫One Forty 大家知道為什麼叫One Forty嗎 每次都會有這個疑問 為什麼叫這麼奇怪的名字One Forty 它是中文是四十分之一的意思 為什麼四分之一 One Forty其實是一個關注 在台灣的東南亞外籍勞工的一個非理體組織 那為什麼現在有四分之一 可能就代表 喔這邊 每四十個台灣人 每四十個在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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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好 很聰明 大家很辛苦 大家知道 今年2015年 在台灣有多少的 所謂東南亞的外籍勞工的 這邊要猜一下 幾萬人 五萬 十萬 二十萬人 來這邊給大家猜一下 再高一點 多少 三十五萬 六十萬 好 其實剛剛已經有公開 因為你可以換算一下四十個人 一個 那兩萬幾萬 其實換算起來 今年在台灣已經有超過五十八萬名的 外籍勞工 他們來自四個國家 應該很熟悉 他們來自哪裡 印尼 菲律賓 泰國 越南 對 那他們平常做哪些工作 應該很常見 在路上 家庭裡面的 對 康復幫庸 還有呢 喔工廠 桃園 桃園應該是全台灣最多東南亞外島的地方 工廠 還有一種工作是我們日常生活中最不常見 但他們卻是最辛苦的一群人 是原洋魚船上面的漁工 他們在外海工作然後一個月到兩個月才回台灣一次 那為什麼在一年前我開始關注這些東南亞的外籍勞工 其實我覺得每一個人都跟東南亞有一些連結 不管是你們家裡面或是親戚家裡面有請幫忙或看護 或者是你們夜旅行很常去長戰島玩東南亞玩 東南亞其實是我們 離我們很近的國家 但我們對他知道的確很少 因為我們在網路上或是美景上面看到的所謂的國際館 大部分是指歐洲跟美國 比較少可以關注我們在離台灣這麼近東南亞的國家 所以大學畢業的時候我自己到菲律賓去待了三個多月 那在那邊的時候我自己就像是一個異鄉人和外來者 那在那邊每一天晚上我都記得菲律賓的朋友問我說 你是不是需要 他們會叫我說Kevin Kevin 你需要什麼幫忙 那其實不用什麼幫忙 因為菲律賓連英文都通的 但是海生每天晚上在問我說 你你們要去哪裡 你要注意什麼 甚至幫我畫地圖 就讓我有一個很深刻的感覺就是 那我在那邊他們把我 不幫我當成一個外來人來看待 那我回台灣開始工作以後 我就想說 怎麼樣從我生活周邊 就在台灣的生活周邊 來開始關注這一群 以路往被複視的東南亞朋友 好 那我重新自我介紹 我是萬波及的工業創辦人 那我以前是念中學院 那後來開始了這個計畫以後 我開始重新學印尼文 所以我現在其實在學印尼文 印尼文其實相對好學的 然後我上了初級的課 老師跟我說 只要我上了初級的十堂課以後 我就是選台灣前五百人 就講印尼文的人 這是一個很有成就感的語言 對 要不然你學英文學日文學 但今天你可能領四至十萬名 好 這就是在我們生活周邊的東南亞的移工 那其實剛剛已經有跟大家說了 其實選台灣有六十萬的東南亞移工 特別來自印尼、泰國、菲律賓跟越南 其中印尼人是人數最多的 而且你們可以看到 印尼人的男女比例其實差非常多 女生有二十萬男生五萬人 那為什麼 因為印尼人大部分是 他們的工作是家庭的看護門幫忙 主要是母親為主 那像工作 從這場間的家庭看護幫忙 跟工廠裡面的勞工以及原料預算 這張照片是台北車站大廳的照片 禮拜天的台北車站 這張照片大廳剛老師他們 印尼穆斯林的有一個叫做開災節 那大家知道開災節是什麼嗎 在牧森林裡面他們會有一個月 就是災節月 災節月就是你從太陽升級到落下 你不能進食 你不能休睡 你只能半夜晚上吃東西 那開災節就是這個災節月月結束以後的第一天 可以重新開始進食 那全部的在台灣的印尼穆斯林 都聚集到各城市的車站 公園在慶祝這一點 那我跟我的團隊夥伴 從今年前開始關注他們 然後開始去進行一系列田野調查 開始去收集網路上各種對於我們 俗稱外勞的一些評論部文章 我們發現這60萬的東內亞的移工 他們其實我們在透過那樣訪問 或者他們跟我說 他們很希望能多認識這塊土地 很希望能多教一些台灣朋友 然後我問我一個病名的移工說 你來台灣多久 都來台灣將近10年 你交到多少台灣朋友 他就拿兩隻手出了出來 大部分介紹的台灣人 就是他的部署高達以及重結 其實沒有出機會 真的去接觸我們一般的台灣人 所以我們發現有個很大的需求是 他們曉得是台灣人 他們有一個很友善的管道 來創造一些交流的連結 我們對他們的評價 但他們都會從新聞媒體上面 實際接觸到真真正上的廣告 其實也很欠缺 所以我們看到 我覺得我的手機裡面有訂閱 RSS 每天都會有關於外勞移工的新聞 會存在我手機裡面 每天這樣看下來 幾乎都是負面的新聞媒體 比如說他們的歐拉 然後奶奶或是查公 或者是聚集在公園裡面 喝酒打架之類的新聞 那這些是真的 也許是 但是有沒有更多不同的關鍵 已經從各種角度來認識他們 所以我發現這兩群人 台灣人跟在台灣都兩人移工 生活的這麼近 但是卻很不認識彼此 我們所謂的外國人 右邊是外國人 左邊也是外國人 但是我對外國人的想像 又有什麼不一樣 好 那經關一年前要查 我去結一群夥伴 我們真的來開始做一些事情 成立一個名為140的非力組織 我們今年7月才正式成立 所以時間長很年輕 但是我們嘗試了非常多不同種類的活動 希望能快速的去試試看哪些是不可親的 哪些是不可親的 其中有一個活動叫做東南亞星期天 那我們希望把每一個月的最後一個星期天 定為東南亞星期天 在各城市裡面 我們去創造出一個空間來 這些空間是可以讓台灣人友善的接觸 東南亞移工 也讓這些東南亞移工有機會 除了在車站以及公園以外 有一個舒服的地方來認識這塊土地 跟認識更多台灣朋友 那我們的意象是用一個門打開的意象 這是什麼意思 就是我們希望去打開兩邊之間的隔閡 也希望打開你心裡面的那三床 我們去認識世界 而且是更完整更多人的世界 所以從七月開始 我們每一個月都辦各式各樣各種的活動 從空間party 我們請我們的印尼的朋友來 教大家做印尼菜 讓台灣人來一起學什麼做印尼菜 像是這樣子 我們常常在台北的一間公寓裡面 有廚房、有沙發、有客廳 一個很舒服的禮拜天下午 其實很多印尼菜對台灣人來講 是從來沒有吃過的 像是這個叫做Columbo 它是一個很好吃的印尼甜點 吃下去會爆醬 裡面的糖會在你嘴巴裡面泡出來 8月的時候剛好遇到中秋節 我們想說 東向朋友可能沒有烤過肉 所以我們特別來辦了一個烤肉 當然你們知道穆斯林不吃什麼肉 豬肉 所以那裡吃結果沒有豬肉 我們買牛肉、羊肉、雞肉 配上他們傳統的沙爹醬 一個活動器開放給東兩天 也開放給各種不同國家外國人來參與 所以台灣人來說也是一個 更認識這個世界的一個場地 也有不同的活動類型 比如說我們以遊戲為類型 讓這些生活在我們周邊的朋友 跟那兩個朋友來玩 多過左右來更認識一次 這種每一次的活動的場景 甚至是除了在空間裡面小型的聚會以外 我們有一次直接拉到台北車站的大街 來發一個大型的文化交流的活動 這是當天的場景 我們設計了 當天文發放了300顆彩色的氣球 上面寫了Left Street 然後有一張小卡 上面有各種語言的 一個指示 他寫說你可以借到一個氣球 借到以後你可以傳給下一個 Bannington國家的人 所以很多的台灣人 他們第一次有機會拿著氣球去接觸 坐在台北車站大廳的 運營的移工 讓這些運營的移工 也再把氣球傳給下一個台灣朋友 好 然後 穿完氣球以後 讓他們做大型的行動看板 讓他們用POSE來寫下他們夢想 所以你看到在這麼多的POSE上面 有中文 有英文 有印尼文 有泰文 而且你會發現其實大家的夢想都差不多 甚至是當你走到台北山的大廳裡 你會看到 一般天的台北山大廳 也會圍著很多的小圈圈 而是傳統 我想去在那邊的時候 他們會圍著圈圈來聊天跟吃飯 那我們想說 為什麼也不能跟台灣人一起加入 所以在那一天 泰山的行動活動裡面 我們就直接設計了很多不同種類圈圈 每個圈圈有不同的主題 比如說語言、音樂、文化、信仰和旅遊 路過的台灣人可以自由的坐下來 然後自由的表天 然後每一組裡面會有各種同國家的人 告訴你 文化的背景 甚至是在那一天 我們在台北山大廳裡面設計了一個舞台 讓我們邀請我們所認識的東南亞朋友 第一次有機會站上台 台底下有超過200到300的觀眾 包含本來就在台北山大廳裡面的東南亞朋友 以及當天路過的台灣人 他們第一次有機會分享他們的家鄉 他們在台灣這麼多年來的生活 以及他們未來的夢想 所有在台底下聽他們說故事的台灣人 我們後來有問了一下 我們後來有問了一下 大家有什麼感動? 我自己也很感動 為什麼? 聽到他們的故事會覺得 你可以想想你看你十七、八歲 然後一個人跑到一個異鄉 人生地步的時候 沒有當女朋友 語言言通 在這邊生活 將近十年打工 那有一些甚至是為了幫小孩子 存學費來打工 所以他可能錯過了跟他小孩子 最黃金的相處的那十年 等到他回去以後 那小孩就大了 所以我們發現 這一些東南亞的外小朋友 他們的故事真的都很深刻 而且你會發現他們的人生 很有厚度很有深度的 反而我們自己或許會因為一些 像我自己會因為一些小小挫折 而覺得人生才能走入低潮 那東南亞現在的形勢 除了室內以外 我們有一些活動還拉到室外 比如說我們辦了一些街頭的小旅行 請我們東南亞朋友當導遊 直接帶著王上號召的台灣人到我們生活周邊的一些區域 比如說我們現在活動在台北辦 大家知道在台北車站旁邊 它其實有一條印尼街 其實在台北還有另外一區是小菲律明區 還有另外一區是緬甸街 我相信在桃園也有非常多這樣子 東南亞也有巨多 來適合安宗街頭的小旅行 當中的設計一些任務 讓台灣人有機會跟他們互動 那回到這次的比賽 就是主隊及佳麗特別要我重新把這份題目 再跟大家做一次 那其實我們是一個剛成立的NGO 然後我們也非常希望 將這種東南亞新一天的活動 擴展到各種的城市 以各種不同的形式來發想 所以針對行銷提案組的題目 我們是我們定為 怎麼樣加 怎麼樣將東南亞新一天的活動 能夠以創新的形式或者是內容 擴展到全台灣的各個城市 特別是桃園地區 這一個全台灣最多外全老公的地方 我相信你們一定可以解釋 可以做出很棒的活動來 先向影片主也希望 怎麼樣加入這樣子的一個形式 透過影片的方式去吸引更多的東南亞移工 或者是台灣人來參與這樣一個活動 打破這一些移工對台灣人的戒心跟防備 以及他或許不太敢來 比如說你辦了一部活動比較新他來 他其實不太敢主動來發出這一步 他還是寧願待在車站或是公園裡 那你要怎麼樣用一個影片的形式 告訴他這裡是一個 讓你可以得到很多東西的活動 好 那當然我們有粉絲頁 名字就叫140 也有我們的官方網站 最近也同上線 那 關於我們其他陸續續的活動內容 以及照片 都可以在我們的粉絲頁 以及官網站看到 可以給大家作為參考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